一人之下终于收官 看完大解局终于知道冯宝宝的身世 果然在观众意料之中 冯宝宝真的是吴根生的女儿 在大解局中 张楚兰和冯宝宝还有吕良三人一起进入了一空间 踏上了假身年的那辆火车 那辆火车也是假身之乱悲剧的开始 张楚兰看到了棺材里躺的竟然是曾经死去的冯宝宝 当年吴根生为了复活死去的女儿冯宝宝 召集了36贼 八个人在24节骨中参透了八奇迹 因此引来各方势力的觊觎追杀 最后这八个人受邀赶去24节骨 用八奇迹复活无根生的女儿冯宝宝 然而在复活冯宝宝的过程中出了意外 只有七个人赶到 还差八奇迹的端木英没有赶到24节骨 端木英当时在赶去24节骨的途中被吕家秘密囚禁 导致复活冯宝宝出现差错 最后七个人用了八奇迹指复活了冯宝宝的身体 成了没有灵魂和记忆的冯宝宝 只因为缺少了端木英的双拳手 双拳手的功能就是操控记忆和身体再生 端木英被抓因此缺席 导致冯宝宝没有被唤醒记忆 最后成了没有感情和记忆的行尸走肉 所以说 吴根生为了复活死去的女儿冯宝宝 意外得知天师肚里的秘密能否复活女儿 而张怀懿记住了天师肚里的符文 而八奇迹就是从天师肚里的符文所领悟出来的 在大解局中 冯宝宝好不容易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没想到又被端木英这个老婆婆算计 再次失去记忆 差点被端木英夺走肉身 好在张楚兰最后参透气体源流 在所有人的帮助下 最终阻止了端木英的阴谋 端木英灰飞烟灭 一人界恢复太平 总而言之 冯宝宝再度失忆 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不用背负绅士的枷锁 能够重新开始 对张楚兰来说 只要冯宝宝能够在她身边彼此守护 就已经心满意足 毕竟冯宝宝比真相更重要